我们今天就叫上我们本县的湘西十三妹 也是我们的秋大还有三嫂 就带小六和小斐来到我们这边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村来过来玩 叫丰香村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景基地 里面的洞景都是手工织出来的 所以今天就带你们去看我们这衣服上面的这些洞景是怎么织出来的 前面就是我们的寨门了 每个寨子都会有一个寨门的 就是庇护我们寨子的平安 也是一个就是说大家走过寨门就进入到一个寨子了 那是走这个寨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 就是说女的先卖球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 一般过节的时候会有一个 大家都站在两边唱南门酒 比如说什么 然后我们就走了 你们就要喝南门酒 老子能够进到寨子里面去 我在你的生意里面看到 就是喝南门酒 下一次活动你们过来体验好吗 每年的正月初四就是我们的水神节 知道吗我们风香村就说还有一个传说 很美丽的传说 就说我们风香村有一口水井 喝了能够让所有的人变漂亮 我去喝在哪 那那在哪 在哪 在哪 快快来我去 先听我说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样来的 就说以前在这个村里面有个长相奇手无比的女孩 人家都不愿意跟他玩 然后他就每天上山砍柴吧 有天上山了就觉得很累 他就在山脚下休息 然后就看到那个井里面有很多山泉水是吧 他心想我口渴了 那就喝一口水吧 他就看了一下 感觉自己起手无比的脸 自己都不想看自己了 不管了 然后捧一捧一口水 捧一捧水 然后喝了之后 拿来擦一下嘴巴 然后看到井里面有个很漂亮的姑娘 哦 看一下 然后井里面也在动是吧 后面回来之后 他妈妈发现他变得非常漂亮了 然后后面也嫁了好人家呀 然后也走了好运啊 后面就村里面的姑娘啊 全部都去喝那口井 那口井的井水 那你们就不要碰 不要撑见到了啊 我跟你说 你们都已经够漂亮了 听我说完 所以真的村里面的姑娘都特别的水平特别美 难道那个时候也是看脸的时代吗 你看我啊 我就是喝了 喝了这个井井水 所以说这个水 但是我喝多了 那如果洞井传城基地 那洞井展览馆呢 洞井 传城基地 对 传城基地 上面有很多资粮的 你不仅可以参观到城底 还可以看到他们怎么吃这个洞井 走吧 走吧 每时每刻有人在站里面 对啊 对啊 站嘛 我都没钱 我都没钱 我都滑掉了 我都没钱 我都滑掉了 我都没钱 我都滑掉了 我都没钱 现在算一下 应该两千元 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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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字也自放过 我会给我 我买 我买 三个中两千元 咱就能买 他 三个以后会给山上买到的 上面有很多鸟 这就是鸟 外对的鸟 然后这些动静都是从他们手里刺出来的 一天只能指定你这么长一天 对啊 所以说你看一下那个围巾 有这么长的牌 因为它是一种 我一定要给我们自己的牌 一定会长晓晓趾 一次完成的 诶 Sery 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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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老耶 耶 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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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